近一时期美国等少数国家一些政客 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制造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 他们轩然病毒来自中国来自武汉 还有人宣称中国提供抗疫援助 是为了提升地缘政治影响力 是为了争夺世界领导权等等 这些政客或者是出于国内政治需要 试图转移视线推卸责任 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 指责中国造谣抹黑 这样的图谋是不能得逞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